我在一个三线城市工作,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城市图书馆,读一本书或消磨一些时间,偶然有一天,突然,我一抬头,吓了一跳,面前走过一个女孩,长发如墨,穿着细高跟凉鞋,白色的长裙在风中轻轻摆动,身材修长,那个脸蛋和我死去的女朋友一模一样,我站在那里正正的,眼睛都不敢眨一下。 生怕是梦,她就突然变成一个幻觉,可是没有,她活生生地站在那里,和我记忆中的她,竟然分毫不差,她复活了。 我抱着这种荒唐的想法,趁着管理员去放书的机会。 翻看疫情防控入场登记表上面的名字,看到许琳雅这个名字时,我脑袋嗡的一声,这就是我女朋友的名字,再看身份证号码,我从头到尾念了一遍,完全一样。 我过去常给我女朋友买火车票和其他东西,所以我对她的身份证号码烂书于心,我愣住了,身份证号码肯定不会重复,那这是什么? 一时间,我的心乱成一团,不知道该怎么好。 再看这张签道表,自己好像不太一样,我更困惑了。 过了一会儿,我决定先测试一下她,假装把书从桌上摔下来。 看着我,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句没关系,显然,她不认识我,她不是我女朋友,是的,我看到我女朋友下葬了,怎么可能是她呢? 我发呆式地盯着手机上的照片,这是我的女朋友,医学院的学生,在毕业前夕意外去世,因为一场火灾,一家三口都去世了,参加葬礼的人很少。 她的家人几乎没有朋友或亲戚,我后来不停地工作,让自己忙碌起来,不想让自己沉眠于悲伤,虽然已经五年了,但我不能说我就走出来了。 我从来没有把她当成前女友,也不想承认她已经离开了。 这个人她究竟是谁? 接下来的两周,我暗地里调查她,看看她到底是谁,通过追踪,我发现她在图书馆附近的一家小医院做护士,她通常住在医院、宿舍和图书馆,她很孤独,没有朋友,贴出来的关于她在医院的描述, 和我女朋友的经历一模一样,我咬紧牙关,请了几天假,坐火车横跨两个省去我女朋友的学校,在档案管理处,我终于看到了毕业证领取确认书,因为当时女友身亡的消息在学校有一定轰动, 所以管理员依旧记得,当时是一位自称许林雅表姐的人过来领的。 那个人就是登记表上的秋景,他还出示了他们是亲属的相关证明,说想拿毕业证留个念想,我看他们长得那么像,又有相关证明,就给他了。 这下我全都明白了,这个秋景冒领林雅的毕业证,然后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,顶替了林雅的身份, 我拍下登记表上的名字和身份证号,返回事,一路上,我都在想着报复秋景的计划, 他竟然连我最爱的女友都敢顶替,看我怎么整他,到了周六,我一大早梳理整齐,穿得自认为很帅,至少是这五年来最帅。 最有活力的一次,我知道,今天秋景肯定也会去图书馆,九点一到,我就走进图书馆,坐在四楼经常坐的位置, 这个图书馆很大,有五层,但是地点偏远,一般没多少人过来,空荡荡的,属于市里的形象工程, 没多久,秋景这个贱人果然来了,高跟鞋踩在地上的搭,搭声越来越贱,我的心也越来越紧, 我抬头看看,今天他穿了校园风的白衬衫,腰部的下摆,塞在摆折短裙里, 简直是个小妖精,肉色丝袜包裹着长腿,一头绣发散披在肩上,衬托的脸十分娇笑可人。 好啊,今天穿得这么纯裕,我就让你好好爽爽,我心想,等秋景找位置坐下来, 我观察了,一会儿就悄悄坐到他的对面,他抬头看见我,没有什么反应,继续看书, 过一会,我把一张叠好的纸放到他面前,那是在卫校派的登记表信息, 我打印了出来,在空白处写上许琳雅不等于秋景,秋景一脸疑惑地打开, 看后面色苍白,赶紧折好那张纸,然后问我想干什么, 我把他带到四楼南边的墙角,想要继续用许琳雅的身份, 就乖乖听我的。 你要多少钱,就可以放过我。 秋景此时弱小的像只小猫,用祈求的语气和我说话, 我很喜欢这种主宰的感觉,我不喜欢钱,我看你长得不错,你知道吧? 好,去外面开个房,看他平时清纯的样子,本来以为会犹豫一番, 没想到是闷骚,这么爽快就答应了,不,就在这里, 我能想到此时我的表情有多邪淫,秋景好像很有经验的样子, 这里是监控死角,旁边一排排的书架,创造了一个很隐蔽的空间, 况且四楼几乎没什么人,一阵翻云覆雨之后, 我们靠在墙角喘息,我让他把手机拿出来, 加了微信。 还要多少次? 秋景小声问我, 这样吧,半年之内我随时找你,半年之后放你自由, 我给他明确时间,防止他狗急跳墙,做出什么极端的事, 因为这次的接触,让我感觉他有可能没那么简单, 好的,一言为定。 秋景说完就走了,其实根本用不着半年, 我用两三多月应该就能套出他的意图,晚上,躺在床上,脑袋里浮现出我和林雅的过往, 伴着泪水,睡着了,今晚八点,过来我家, 我把地址发给他,昨天的那一次经历,将我沉睡的荷尔蒙点燃了, 我决定鲜爽够,让秋景受不了,放松警惕,再去套出他的意图,天很快黑了,秋景准时敲门, 我开门一看, 祸,这件祸比我女朋友当年骚多了, 一些红色丝绸连衣裙,将曼妙的身材完全凸显出来, 十分诱人,配上腿上的黑丝, 以及脚上红色高跟鞋, 真的是人间极品,我一时间被惊艳到了, 愣在原地盯着他看,都忘了让他进来, 后来还是秋景自己走进来,我才回过神, 我和他照就是没有什么多余的话, 他直奔主题,自己躺到我家的沙发上, 一阵激情之后,我们躺在沙发上休息, 互相没有说话。 过一回,秋景脱掉已经被撕坏的丝袜, 穿好裙子,就静止离开了, 此后的一个月,我每周都要让秋景过来五次以上, 当然,除了那特殊的几天, 看着秋景想要抱怨贫赐太多, 但又不敢说出口的样子, 我知道,他的抵抗力没有之前那么强了, 再过几次就开始问他一些问题, 那个周六晚上,我想独自休息, 没有约秋景过来, 可是当我从图书馆回到家的时候, 我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纸袋, 我心想我没点外卖啊, 到家里打开它, 里面有个胶带缠住的黑色包裹, 划开黑色包裹, 有一个信封, 打开信封的那一刻, 里面的东西让我大跌眼镜, 那是十张照片, 都是秋景光着身子和人的照片, 最奇葩的是, 十张照片上的男人都不一样, 我天, 这个秋景何止闷骚, 简直淫荡啊, 难怪我感觉它不简单, 真是悔三观, 难怪他每次和我做, 很多姿势都那么熟练, 原来经验这么丰富, 让这种人顶替林雅的身份, 简直是侮辱林雅, 我打算不再调查他的目的了, 直接和他摊牌, 让他把林雅的身份还回来, 然后就给秋景发消息, 让他明晚过来, 第二天晚上, 秋景按时到达, 今天他穿了一身白, 白色T恤和紧身长裤都很透, 我决定等爽完了, 再和他摊牌,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, 进门后, 我坐到椅子上, 他很拾去地过来, 在最后一声呻吟中, 我们停下来, 累得摊在椅子上, 缓了一会, 我起身拿出那些照片, 摔到秋景面前的桌子上, 秋景被这突如其来的震事吓到了, 有些害怕和生气地看着我, 等他转过去看到照片, 彻底慌了, 我恶狠狠地盯着他, 秋景颤抖地翻着照片, 我本以为他会死不承认, 或者跟我谈条件, 没想到他放下照片, 痛苦地抱头哭起来, 不过我感到很舒爽, 谁让他亵渎林雅身份的, 让你好好感受什么叫痛苦, 等他哭了一阵, 我开启羞辱模式, 哼, 婊子, 还哭, 不知廉耻, 跟这么多人上床, 还被拍了照片, 不是的, 夏哥, 我是被逼的, 他控制住哭声, 开始辩驳, 法治社会, 你不愿意, 谁能逼得了你, 我对面前这个狡辩的女人, 瞬间感到极其厌恶, 其实我以前成绩挺好的, 我本来应该正常毕业做护士的, 你现在能做护士, 是用的我女朋友的身份和毕业证好吗, 你还有脸说你成绩好, 我听到他说的话, 更加火冒三丈, 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, 你女朋友, 我早该想到的, 不过我说的是真的, 我是被别人骗了, 切, 我很不屑, 我被骗过去做妓女了, 邱景一下子哭得特别伤心, 似乎触及了他内心的伤疤, 我还是不信他说的, 不过也没有打断, 我很小的时候就进了孤儿院, 他说他虽然在孤儿院长大, 但是学习一直很用功, 初中毕业时, 他成绩优秀, 不过没有选择上高中, 因为上高中和大学要花很多钱, 他一边打零工挣钱, 一边上卫校, 满五年就可以毕业做护士, 可就剩最后一年时, 秋景做暑假工, 被骗到很遥远的一个地方, 必是在那里, 刚刚成年的秋景, 被迫卖引, 任他怎么抵抗也没有用, 我不肯接客, 被他们毒打, 我选择绝食, 他们给我注射葡萄糖, 等我有了力气, 借着逼我接客, 后来我想, 我从小在孤儿院, 就经常被人欺负, 好不容易要熬出头了, 不能就这么死了, 于是, 他假装顺从, 配合接客, 上过我的男人, 不止十个, 有时候我一天就要接四五个客人, 秋景捂着眼睛, 蜷缩在椅子里哭泣, 那些骗子看到秋景表现得那么乖, 逐渐对他放松戒备, 半年后, 秋景看准时机, 趁着他们去喝酒, 偷了抽屉里的一打钞票, 逃出这个地狱, 出来之后, 他不敢停下来, 害怕那些人找到自己, 直到逃到偏远的C市, 也就是林雅的家乡, 才停下来, 他在那里打林工赚钱, 维持暂时的生活, 他不能回学校, 不敢用自己的真实身份, 怕被他们找到, 我想过报警, 但是我又想到, 要是报警了, 我的人生就完了, 我无法背着妓女的名声活下去, 他再次失声痛哭, 恰好这时候, 他看到林雅一家身亡的消息, 林雅和他长得很像, 又在卫校上学, 和自己同龄, 马上就要毕业了, 并且, 林雅一家没什么亲戚联系, 于是秋景通过黑市, 花钱买了林雅的身份, 然后就是现在所见到的情况, 听她说完, 我还是不太愿意相信这个顶替我女朋友的人, 但是内心也开始动摇, 感觉他不像是说谎的, 一时间,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, 沉默在那里, 夏哥, 我知道我做的事情, 对不起你们, 不过, 我当时也是真的没办法了, 那些人现在肯定发现我了, 想要逼我回去, 所以寄这些照片过来, 这段时间, 我感觉你不是坏人, 所以我今天说了出来, 求求你帮帮我, 面对秋景的恳求,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 过了一会, 我说, 你先回去吧, 这些照片你也带回去, 他看着我欲言又止, 然后默默穿好衣服, 简单整理一下面容, 就回去了, 晚上,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 脑子里全是秋景的话, 第二天早上, 我做出了选择, 给秋景发微信, 我可以帮你, 晚上我们一起去找警察, 把那些混蛋绳之以法, 我想, 我宁愿错信, 也不能看着一个女孩的人生被毁了, 夏哥, 太谢谢你了, 他很快回复, 然后我有些忐忑地去上班,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时间, 迅速背起背包, 按电梯下楼, 电梯里, 掏出手机, 准备发消息给秋景, 这时, 手机上弹出一则新闻, 被我不小心点开了, 今天下午, 本是一处民宅突发火情, 至少一名女子遇难, 初步判断死者姓名为许琳雅, 我眼前一抹黑, 差点晕倒, 不, 不会这要巧的, 我全身贪软, 坐在电梯地板上, 我不愿意相信, 但是新闻照片里, 那个烧的还剩一半的胯包, 就是秋景经常用的, 里面残留的物品, 也是秋景的, 大部分都见他拿出来用过, 我真的接受不了, 叫了出来, 缓一会后, 我冲出电梯, 外面在下着大雨, 似乎下了很久了, 我叫了辆出租车, 直奔秋景工作的医院而去, 路上发微信消息, 没有回复, 打电话, 一直关机, 到了医院, 我冲到秋景工作的厂科, 找到护士长, 护士长说, 他今天中午突然走了, 打电话一直没接, 然后就看到新闻里, 说他遭遇不幸了, 我伤心极了, 因为似乎所有人都在告诉我他真的死了, 我还是不死心, 冒雨冲到秋景的宿舍, 不顾管理员的阻拦, 到他住的房间门口疯狂拍门, 但是始终没有人回应, 最终我被管理员赶了出去, 我又跑到图书馆, 一层一层找, 发了个遍, 还是没有, 那个晚上, 我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, 哭了出来, 直到九点闭馆, 我才失魂落魄地起身往回走, 雨已经停了, 其实, 我不明白, 我为什么那么伤心, 明明秋景是顶替我女朋友身份的仇人, 明明我是想报复他的, 为什么我突然那么在乎他, 后来我想, 可能秋景和林牙长得太像了吧, 而且, 两次都是因为失火, 真的很像秋景的尸骨找不着了, 因为火势太大, 烧得不剩什么, 那天又下了大雨, 都冲走了, 据警方通报, 死者有两名, 除了秋景, 还有一名女子, 是租住在那间房子里的, 过了几天, 秋景工作的医院, 为她举行了简单的葬礼, 我没有去葬礼, 不知道以什么身份去, 最关键的, 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, 不想再经历和五年前类似的场景,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, 一切都恢复往日的样貌, 我继续独自生活, 正常上班, 周末去图书馆, 只是内心比之前更加空虚, 到了一个周日, 我在图书馆看了会书, 停下来掏出手机, 找到名叫我的回忆的相册, 打开, 点开第一张照片, 这是林雅, 我像往常一样盯着看, 真美, 她在我心里, 一直是最美的, 接着往下翻, 都是林雅, 翻到最后一张, 是邱景, 是的, 我把她的照片放进来了, 是那天把纸条给她之前, 偷偷拍的, 说实话, 这段时间挺后悔的, 早知道对邱景好一点, 哎, 后悔有什么用呢? 正现在这些情感里的时候, 手机上弹出主管发来的消息, 小夏, 明天去C市出趟差, 我们在那里新开发了一个客户, 大概要两个星期时间, 你准备一下, 我不知道该不该拒绝, 到了林雅家乡, 我肯定会卷进痛苦的回忆里, 那种感觉太难受了, 但是我似乎也没什么好的理由拒绝, 好的, 我收起手机, 看着窗外发呆, 坐了二十个小时的火车, 第三天早上终于到站, 我把行李放到宾馆, 就赶紧去客户的公司, 一直忙到晚上,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宾馆走, 路过一家饺子店, 想起之前我来这里的时候, 林雅带我来吃过, 味道挺不错, 林雅说她以前只要到市里来, 就会过来吃, 我走了进去, 老板来份韭菜鸡蛋馅的, 好的, 您稍等, 等会儿, 这个生意, 好熟, 我抬头一看那人, 惊得手机差点掉地上, 秋景, 还是林雅, 我瞪大眼睛看着那个女服务员, 一时间喉咙像是被掐住了, 什么也说不出来, 我看她端着饺子, 穿梭于各个餐桌之间, 可能是太忙了, 还没有看到我, 直到她端着我的饺子走来, 我的心扑通, 跳得厉害, 当她抬头看到我的那一瞬间, 我以为不管她是秋景还是林雅, 至少都会惊讶地认出我来, 可是接下来她表现得似乎并不认识我, 您的韭菜鸡蛋水饺请慢用, 她看着我, 面带职业微笑, 说出这句话, 我当即心都凉了, 希望再次破灭, 算了, 可能是我太想她们了, 看谁都想, 我扒拉一个水饺, 真香还是以前的味道, 吃完后, 我盯着那位女服务员看了一会, 然后去柜台结账, 美女, 你和我一个朋友长得真相, 方便加个微信吗, 我一边结账, 一边问她, 帅哥, 你这搭讪的方式也太老套了, 等会不会说我名字和你女朋友一样吧, 她和我开启玩笑, 说不定呢, 你叫什么名字, 我急切地问, 你还真问啊, 灵火火, 树林的灵, 金木水火土的火, 小时候, 算命地说我遇火就能逢凶化吉, 所以名字里有两个火, 我看她说的有模有样, 我的心更凉了, 她刚说完, 就继续招呼其他客人了, 我只好失落地离开, 晚上睡不着, 我想那个服务员肯定是秋景, 火灾现场的那个身份证, 证明不了什么, 第二天, 我请假没去客户的公司, 静止向昨天的饺子馆走去, 到那里, 饺子馆刚刚开门, 只有女服务员一个人在店里, 今天她穿了白衬衫和黑色包臀短裙, 很好看, 我走过去做了一件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, 找到柜台前的女服务员, 一把把她按在墙上, 直接从领口位置用力撕开她的衬衫, 前两个扭扣瞬间崩落, 我做得干净利落, 她根本没来得及反抗, 她的胸口露出来, 我看到了, 那个胎记, 秋景, 你就是秋景, 我既兴奋又生气, 下哥, 他瞬间低下头, 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, 真的是你, 你没死, 太好了, 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, 把他紧紧抱在怀里, 能感受到, 他也紧紧地抱着我, 过一回, 我反应过来, 他的衣服被我撕坏了, 胸还露着呢, 我赶紧把外套托给他, 秋景打电话向老板请了假, 然后带我去他住的地方, 那是离饺子店三公里左右的一所公寓, 地方不大, 但是采光挺好, 而且他收拾得很干净, 我进门坐到沙发上, 没等我问, 他先开口了, 那天我本来想等你一起去警察局的, 可后来感觉还是接受不了, 被别人知道, 我做过妓女, 那彼此还难受, 后来我准备一个人躲起来, 躲到那帮人找不到的地方, 恰好我离开的时候, 看到那里房子失火了, 我把胯包扔进去, 让所有人都以为我被烧死了, 这样, 那帮人也会死心, 他说, 然后他就到了这里, 不知道为什么, 他很喜欢这里, 他在那家饺子馆吃饺子的时候, 正好看到那里招工, 就坐起了服务员, 昨天我故意装作不认识你, 是不想让别人知道, 我还活着, 我理解, 我会帮你保密的, 看着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姑娘, 我十分心疼, 完全不在乎她之前冒用林雅身份的事, 其实, 那天听说你不在了, 我挺伤心的, 我低下头, 秋景抬起头看我, 缓缓走过来, 抱住我, 夏哥, 谢谢你, 你真是个好人, 他流下热泪, 身体有些颤抖, 我把他从怀中扶起来, 擦擦眼眶的泪水, 深情地看着他, 吻了上去, 我们永吻在一起, 边脱衣服, 一边走到床边, 秋景被推倒在床上, 随后便是久违的男女之欢, 事后, 我搂着他躺在床上, 我和你一起, 留在这个城市, 好吗? 不去找警察, 我保护你。 夏哥, 好, 好, 他感动地趴在我的怀里哭了, 接下来的日子, 我们住在一起, 白天各自上班, 晚上一起逛街游玩, 夜里在床上缠绵, 他叫我大鱼, 我叫他小景, 我们的样子, 像极了爱情, 那是我五年以来, 最开心的几天, 可是, 不知道是不是我命不好, 甜蜜的爱情, 向来不会长久留在我身边, 只过了一个星期, 我的生活就从温馨浪漫, 跌入痛苦不堪, 那天, 我下了颁发消息给秋景, 他一直没有回, 电话也关机, 我有些担心, 去饺子店, 住处, 常逛的商场找他, 到了晚上十点, 仍然没有他的任何消息, 我开始着急了, 我骑着秋景的电动车, 继续到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找他, 越找越着急, 到了凌晨三点, 我像发了疯一样, 在这个城市里找寻, 突然一抬头, 到了公寓门口, 我一下子泄了气, 停下电动车, 拖着被抽掉灵魂的身躯走进去, 进入房间, 我坐到床上, 突然眼前一亮, 看到门后粘着一个信封, 我赶忙过去撕下来, 里面有一个小信封, 在里面是一封信, 秋景写的, 大鱼, 对不起, 又一次不辞而别, 真的很感谢你, 这些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, 但我还是决定离开你, 因为我配不上你, 我去遥远的地方救赎自己了, 不用找我, 去找合适你的人吧, 小景, 我绝望地躺在公寓里, 反复读着这封信, 啊, 怎么能这样, 说走就走, 可恶, 可恶, 我既难过, 又愤怒, 接下来的几天, 我勉强撑着精神, 完成了这边的工作, 返回而是, 我努力将自己埋在工作里, 想忘记那个深深伤我两次的人, 周末, 我再没去过图书馆, 半个月之后, 我接到房东电话, 小夏, 房子呢, 我准备卖出去了, 所以这个月底合同到期就不续租了, 提前和你说一下, 好的, 房东, 我月底前搬走, 哎, 是该买套房子了, 总租房子也不是办法, 今年年底, 首付应该就能凑齐了, 挂完电话, 我躺在床上想着, 第二天, 我便开始找房子, 毕竟离月底也就两三个星期了, 说来也巧, 看得第二家, 我就觉得十分合适, 价格还很诱人, 于是, 我决定不找了, 就他了, 多花两个多星期房租也无所谓, 当天晚上, 我在家里开始打包一部分东西, 一个单身汪, 其实东西也不多, 在收拾书桌抽屉里的东西时, 我从里面拿出秋景留给我的那封信, 正准备打开再看一遍, 想想又放到桌子上, 背面朝上, 要把它带走吗, 我坐在椅子上, 开始纠结, 砰, 突然, 桌上的笔被我不小心碰到地上, 我弯腰去捡, 就在起来的时候, 眼睛扫过桌上的信封, 视线和他呈十几度角, 那是, 我心里咯噔一下, 信封上好像有两个字, 我赶忙回到那个角度, 把抬灯挪得近一点, 救我, 看清楚了, 是救我, 我瞪大眼睛, 脑袋里翻滚着那段时间的事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 难道是秋景让我救他, 我一时间懵圈了, 要真的是秋景让我救他, 那都耽误三个星期了, 他还活着吗, 我恨我自己, 怎么早没看到, 想到这里, 我立马抽出信封里的信纸, 蒙在信封上, 里面的就和我字, 果然和信封上的两个字重叠, 看来是秋景在写的时候, 故意用力写这两个字, 在信封上留下痕迹, 啊, 我恍然大悟, 这是给我发出的求救信号, 当时那帮人肯定在他旁边, 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求救, 我怎么这么笨, 懊悔和自责涌上心头, 怎么办, 报警吗? 不行, 那帮人收到风声, 说不定会杀了秋景, 那怎么办, 我自己去, 我决定要把秋景带回来, 就算很危险, 我也得去, 这个姑娘太可怜了, 更重要的是, 我真的爱上她了, 我当即掏出手机买火车票, 最早只有明天的, 赶紧买了一张目的地, 闭市, 晚上, 我睡不着, 担心秋景有什么不测, 在那里和地狱有什么区别, 熬到了第二天天亮, 我向公司强行请了两星期价, 然后收拾好行李, 奔赴火车站, 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, 终于到达闭市, 我先住进订好的酒店, 然后按照秋景之前的描述, 找找那个地方, 终于, 在城乡接合部, 我找到一处很符合那些特征的房子, 那里是一片民房集中的地区, 人流量很大, 人群很杂, 打听到这里有一片红灯区, 是公开的秘密, 警察一般不会管, 我想, 肯定是那里了, 于是我当天便在这片区域住了一个单间, 既方便观察了解这里的情况, 又省钱, 这里虽然居住条件不太好, 但是生活确实很方便, 超市, 餐馆, 理发店等等应有尽有, 夜幕降临, 这里更是换了一种模样, 从南到北, 这片区域的一整条主干岛边, 排满了摆摊的人, 各种小吃, 套圈游戏等等, 十分丰富, 经过路人指导, 我走到深处的一条巷子口, 看到两排门面房, 闪耀着霉红色的灯光, 这种半遮半眼而诱人的颜色, 吸引着众多男人前来寻欢, 甚至有很多人, 是从几十公里外驱车赶来的, 我跟着人群走进这条巷子, 每一家门口都站着几个女人, 还有一个男人专门拉客, 这个职业在古代应该叫做归宫吧, 帅哥, 这里新来了很多美女, 来玩玩啊, 这边妹子随便玩, 帅哥过来嘛, 看着这种香艳的场景, 听着这些归宫的乌言晦语, 我作为一个功能正常的单身汪, 感到十分兴奋, 但是内心的理智, 让我赶紧看看秋景在不在, 然后赶快离开这种地方, 走到巷子的尽头, 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秋景, 决定先回去想想其他办法, 一整夜, 我都在谋划着各种策略, 不入虎穴, 咽得虎子, 看来我要付出肉体的代价才行啊, 我拍拍肚子, 感慨了一番, 晚上, 我装作嫖客沙向红灯区, 找了一家比较大的试一下, 我一进去就被妹子们热情地招呼起来, 救你了, 我也不啰嗦, 直接挑了一个看起来很机灵, 很有经验的, 她对这里应该比较熟, 前前后后的妹子应该都认识, 付了钱, 我被带去楼上房间, 等那个妹子准备好进来, 没一会, 那个妹子进来了, 还真别说, 那纤细的身材被紧身皮裙包着, 十分正点, 看得我直接想扑上去, 但我仍然坚持着底线, 她很热情, 先给我按摩, 过程中, 我一直和她聊天, 聊一些有的没的, 我看火候差不多了, 就说我这次来这里, 主要是找一个仇人, 她又骗我哥, 把她的钱都骗光了, 我嫂子和她离婚了, 最后我哥也接受不了, 跳河自杀, 我一定要找到她, 给我哥报仇, 然后我翻出手机上秋景的照片给妹子看, 问她认不认识, 挺眼熟的, 想起来了, 这不是莉莉吗? 就在我们这个店, 我猛地一下坐起来, 就在这里, 我激动坏了, 赶忙问妹子, 妹子显然被我突然的反应吓到了, 是啊, 你不会现在就要去找她报仇吧, 这句话让我冷静下来, 我不能暴露我的真实目的, 哼, 终于找到这个贱人了, 看我怎么整她, 我装作很愤怒的样子, 你不能这样的, 为什么? 这里是霸哥的场子, 莉莉是霸哥弄来的人, 你要报仇, 也得先经过霸哥同意, 不然你会有麻烦的, 我陷入沉思, 原来就是这个霸哥一直阴魂不散, 而且这个莉莉来了之后, 非得装唇, 不肯接客, 不肯吃饭, 被打了不知道多少次, 我听霸哥说, 再过些日子, 他要是还这样, 就准备弄死他了, 那样你都不用亲自动手, 霸哥直接帮你搞定了, 我听得心如刀脚, 气愤不已, 秋景在这里得受了多少苦啊, 都怪自己来得太晚了, 哦, 这样啊, 谢谢啊, 我强装镇定, 没事, 哥, 咱们进入正题吧, 说着, 妹子就开始脱衣服, 准备干活, 呃, 是这样的, 我最近可能感染艾滋了, 要不还是先去检查一下, 改天再来找你吧, 我慌忙穿起衣服, 情急之中找了这么个破理由, 虽然我的身体十分诚实, 但是毕竟不能突破道德底线啊, 并且听到秋景的情况, 我心急如焚, 那还管得了这个, 看我走出去, 妹子一脸蒙圈, 妈的, 你是不是不行啊, 走出门口, 妹子生气的在里面骂起来, 我刚关上门, 就赶紧在里面找秋景, 走廊上人来人往, 我没有看到他往里面走, 一抬眼, 看到走廊尽头, 那个熟悉的背影, 滑, 我激动的差点叫出来, 赶紧捂住自己的嘴, 他身旁还有两个壮汉跟着, 像是看管他的, 要是被那两个壮汉发现, 我估计也跑不了, 我看到秋景瘦了不少, 壮汉带着他往楼下走, 我既着急又害怕,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好, 要是平时我肯定选择报警, 但是在这里报警明显没用, 警察默认不管这块地方, 到时候不仅秋景要出事, 我肯定也凉了, 那怎么办呢, 秋景撑不了多久了, 我急得差点跳起来, 就在这时, 我听到接连有人喊爸哥, 我壮着胆子, 冲到隔壁的走廊, 走到爸哥面前, 爸哥, 我喊出这一声, 腿吓得有点软, 你干什么的, 爸哥身边的小弟有点凶, 幸好他们不认识我, 我确定我没有退路, 深吸一口气, 装作很愤怒的样子, 你们这里有个叫莉莉的, 和我有血海深仇, 我想买下他回去慢慢折磨, 给我哥报仇, 爸哥看着我, 笑了笑, 他把你哥杀了, 我一本正经的, 把编好的故事说给他听, 说完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好演员, 爸哥, 你开个价, 爽快, 一百万, 我一听, 差点没站稳, 我留作首付的存款, 也才三十多万, 爸哥, 我看他那个样子, 对你也没什么用处, 不如便宜点卖给我, 你还能赚点, 一百万实在太高了, 那你来得不巧, 你要是早一天来, 我十万块都能卖给你, 爸哥抽了口手里的雪茄, 但是今天他服软了, 愿意去吃饭了, 这小娘们长得还不错, 接下来我让他接客, 两年就能帮我赚到一百万了, 所以你说我能便宜卖给你吗? 爸哥笑了起来, 可是我急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, 兄弟, 不是哥不帮你报仇, 我也要赚钱的呀, 拿不出一百万, 这事就别谈了, 爸哥撂下这句话就走了, 我站在原地像石化了一样, 好一会, 我才缓过来, 失魂落魄地往楼下走, 我想, 实在不行我明天就带着家伙来硬抢, 看你们这帮王八蛋还这么嚣张, 想着想着, 我突然闻到一股特殊的味道, 这是煤气, 我赶紧叫起来, 煤气泄漏了, 要爆炸了, 快跑啊, 楼洞里的人听到我的声音, 立刻慌乱起来, 赶忙往外跑, 各个房间里的妓女和嫖客, 还没穿好衣服, 就冲了出来, 秋景, 秋景, 我赶紧找她, 急得快哭了, 我一边在走廊里跑, 一边喊, 煤气味越来越浓, 我越来越绝望, 大鱼, 是你吗? 我的心头豁然开朗, 是我, 小景, 你在哪里, 我顺着声音飞奔过去, 在走廊拐角处, 我看到一个壮汉在拉着他往外跑, 我立刻开足马力, 冲过去, 我敢说, 我这辈子没跑这么快过, 到那里, 我愤怒的一脚踹开前面的壮汉, 将其撂倒在地, 然后拉着小景向门口狂奔, 幸好我们在一楼很快就到了大门口, 就在出门的一刹那里面爆炸声传来, 我们继续冲出大门, 往右边跑去, 身后又是一阵爆炸, 我能听到玻璃碎渣的声音, 我紧紧拉着秋景的手, 向远处冲去, 直到跑出很远才停下来, 看看身后已经是一片火海将天空照亮, 远处传来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声, 我搂着秋景, 带着他去我的住处, 带好行李, 直奔火车站,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, 坐在火车站等车时, 我抱着秋景, 生怕再失去他, 大鱼, 谢谢你, 他在我怀中哭泣, 我们永远离开了那个伤心地, 火车上, 手机里推送新闻, 昨晚, 必是城乡结合部一处民房, 发生重大火灾, 消防部门表示, 火灾起因是煤气泄漏, 其中有多人伤亡, 具体人员还在调查, 另外, 据公安部门发布的公告称, 失火民房是一处大型卖淫窝点, 警方已对该片区域立案调查, 事情闹得那么大, 看来公安局也藏不住他们了, 我和邱警大难不死, 惊魂未定, 在车上抱在一起, 感觉很温暖, 煤气是我拧开的, 昨天我同意去吃饭, 吃完了, 借口去厨房洗手, 偷偷拧开煤气, 我本来准备和他们一起死的, 说着, 他哭起来, 我知道当时他一定很绝望, 没事了, 没事了, 我抚摸着他的后背, 小警, 你很勇敢, 是你救了我们, 我继续安慰他, 回到A市后, 我们从新闻中看到, 霸哥被烧死了, 他们的犯罪团伙, 也都面临刑罚, 邱警现在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身份生活了, 不用担心那帮人会找上门来, 之前在C市的情况, 和我猜想的差不多, 那帮人突然找上邱警, 要把他强行带走, 邱警眼看自己逃不掉, 就要求给我写封诀别信, 让我死心, 那帮人觉得这样也避免, 我给他们惹麻烦, 就答应了, 于是邱警悄悄留下求救信息, 现在终于雨过天晴, 我和邱警商量离开是, 避免之前工作的医院发现他, 会需要解释一堆事情, 我们一致同意去C市, 在那里, 我拿存款买了房, 找了份和原来相似的工作, 邱警则在一家小门诊做护士, 我们住在一起, 准备明年正式结婚, 日子过得平淡, 但是十分愉快, 我每天活力满满的上班, 下了班就和邱警过我们的小日子, 别提多开心了, 这或许就是爱情, 就是幸福吧, 可是有一天夜里, 我起床上厕所, 回到床上刚躺下听到邱警在旁边说梦话, 不知道说什么, 我看他这么可爱, 笑了一下, 准备继续睡, 可是后面我听清了梦话的内容, 算命地说, 我浴火就能逢凶化吉, 我放了三次煤气, 三场大火救了我, 三次, 我心里一惊, 瞬间汗毛竖起, 细思极恐, 然后没有啊, 我居然不再来, 不再来, 我居然不再来, 在课段开始, 感谢观看